欢迎来到有勇气做自己 让世界看见你 这节目内容集中在个人成长以及演说技巧 全都是关于如何协助你成长自己 改变观点以及调整做法 让你可以用不同方式与世界互动 让世界看见你 2018年11月跟12月 我打算我计划我设定目标 做8到10步有关演说技巧的案例分析 如果你想要让我为你拆解点评或者是分析 你个人的演说技巧的部分 欢迎你录制2到3分钟以横式画面的影片 寄来给我 当然我会做一点的评估看看它适不适合制作成一集的影片就像今天这样子 然后呢发布在视频网上让大家一起来学习成长 那如果你要记视频的话 那如果你要记来的视频的话 欢迎你看下方的简介文的邮件 好了今天我们要点评的一个视频呢 是由中国的一位朋友网友叫做卢海平寄来的 这是第二部影片啦 我要点评的 今天要点评的主要集中的方向是在手势的部分 所以待会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请你特别其他的暂时不离 请你特别只是注意他的手势 看看在手势的部分你可以从这部影片学到什么 或者如果让你来点评的话 你觉得他的手势有哪方面可以成长 看完这一段视频 请你按下暂停 为什么呢 我因为我要请你呢 静下心来分析一下 到底这个主讲者他讲的如何 有什么地方你学到 或者是可以加强的 好不好 好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影片 每天两分钟让世界看到你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卢海平 那今天呢 我们录这个视频 是跟大家去聊一个主题 年轻人是否应该拼 聊到这个话题 我先和大家去 所以说我们年轻人在这个时代 理应具有的一些优势特点 第一个 我们有活力 有激情 有中间 第二个 我们思维活跃 不有想象力和创造力 第三个 我们学习能力强 容易接受各种新鲜的食物 第四个 我们有理想 有保护 当然我们年轻人的优势还有很多 我就不在这边一句列举 那当我们 拥有这些优势 却不去发挥和利用 不去创造价值 不去实现自己的 人生目标和意义 那我们哪里还活得像个年轻人 该有的样子 所以我们年轻人就更应该拥有我们自己的态度和精神 努力去发挥优势 去兑现自己的天赋 另外社会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这个挑战和机遇 我们常说 物尽天则 适者生存 能顺势而生 趁势而为的人 往往能够 地主社会 保好机会 抢占社会资源 所以我们就更应该去拼了 勇于迎接挑战 把握机遇 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天地 拼了 有可能赚个头破血流 但是要我们还能够站得起来 重新整理好思路 继续出发 拼那个无悔人生 最后引用习大大的一句话 撸起袖子 加油干 未来是你的 干 就对了 谢谢 谢谢卢海平寄来的这一段影片 看完这一段影片 请问你刚才有没有按暂停啊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按下暂停 自己想一想 在这个部分 手势的部分 你学到什么 或者是你会如何点评 好 请按暂停 好了 我们接下来 要来点评一下 这个影片 手势的部分 有什么地方 可以学到哪些东西 还没有谈到这个点评以前 我要说的就是 卢海平是一位很会演说的人 卢海平是一位很会演说的人 整个过程当中 表现得很顺畅 所以是适合演讲的人 适合站在台上的人 然而 比较明显一点 可以改善的地方 调整的地方 加强的地方 就是手势 所以这一集 我们来点评一下手势 还没有谈到以前 又来还没有谈到以前 为什么要用手势 因为手势 是一种 2D的呈现方式 2D 为什么是2D呢 我们来看 1D叫做一维度 一维度就是听见 二维度就是看见 所以呢 一个演讲 如果表现出来以后 我们能够让听众听见 同时也看见的话 那么听众就比较容易 理解内容到底要表达些什么 所以手势 是一种视觉冲击力的展现 好了 陆海平他的手势 如果可以改善加强的话 有哪几点呢 三点 第一点 请你记得 就是凡出现的东西 它就没有作用了 凡一直出现的东西 它就没有作用了 这位主讲者 他在讲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的手是一直不断是这个样子 不断是这个样子的 好像一直重复在做这个动作 当一直在重复的时候 他就没有真正表达到 他要表达的重点了 举例 如果我要讲 这个事情很重要 这一件事情很重要 是什么呢 你看 很重要的时候 我这个手指 他指出的就是很重要的这一点 我现在要强调它的重点 可是如果整场演讲 我都说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它是这样子 它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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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出现的话 这个权威性的手势 就没有作用了 举一个生活例子 比如说 我们到一个瀑布旁边 去野餐 到了瀑布的时候 瀑布声很大 所以我们会听到瀑布声 如果我们在那边待上 15分钟 半个小时 请问还听到瀑布声吗 没有了 因为瀑布声 一直出现 一直出现以后 15分钟 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都已经适应了 就好像瀑布声 就不存在了 对吧 是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演说的时候 我们的手呢 不要随时随地的出手 因为随时随地的出手 它就没有作用 看看我这个视频 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手有没有常常出来 没有 只有在某个时刻 我才出来一下 这样子呢 才会产生一些 变化性的冲击 因此啊 不要常常做 重复性的动作 常常做 重复的性的动作 除了它没有作用以外 另外会给人一种错觉 什么错觉呢 就是好像 主讲者的表达能力不够 所以它特别要用手势来 帮助 辅助 它的说话内容 好 这个是第一点 一直出现 它就不存在了 第二点 我要强调的 在这个地方 就是重点定位 这个视频 它的主题叫做 年轻人应不应该拼 所以整个过程 它强调的是什么呢 拼字 所以拼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关键词 或者是一个重点 所以当海平说到 年轻人应不应该拼的话 我们就给他一个位置好了 就是重点定位 我们把它定位在这个地方 因此内容一旦有讲到拼的时候 我们的手就把它摆在这个地方 应不应该拼 为什么我们要拼 我们要拼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拼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请你在演说的时候 在分享的时候 在开讲的时候 讲到重点 那个重点 你给它一个位置 那么当你比向这个位置的时候 观众就比较能够理解 你在讲什么 最后一个手势 好 我们讲了两个 第一个叫做一直出现 它就没有作用 第二个叫做重点定位 第三个叫做画面切割 什么叫画面切割呢 海平在他刚开始讲的时候 他有讲到年轻人的优势特色 有几点 一共有四点 对吗 好 当我讲到优势特色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做 年轻人的优势特色 第一点 我们给他一个位置 第二点给他一个位置 第三点给他一个位置 第四点给他一个位置 那么当我给了位置以后 我就讲第一点 这个部分呢 我要讲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比向这个地方 第二点 它的重点是什么 我又比向这个地方 第三点是什么 又比向这个地方 以此类推 所以我是怎么样 有把这个画面把它切割成四等份 意思是在这个地方 另外呢 海平也有提到 他说我们年轻人呢 更应该拥有我们自己的什么 态度跟精神 你看我讲态度跟精神的话 如果我同时能够出手 应该拥有什么态度跟精神 我是不是把这个画面切成左右两边呢 对了 这就是画面切割 他还说每个时代都有新的挑战与际遇 挑战与际遇 每个时代都有新的挑战与际遇 我也可以把它划分为两个方面 当我们在演讲的时候 观众只是听的话 有的时候理解力没有那么快 可是如果能够听的同时又看见的话 哇那这个速度就快了 因为我们眼睛看的速度 毕竟比听的速度来得更容易理解 所以啊 当我们在演讲的时候 请注意 手不要随随便便粗 因为手是很重要的 叫做视觉冲击力 而今天谈的 以这个影片来做点评的话 有三个重点要加强 第一个不要一直出同样的手势 第二个重点定位 第三个叫做画面切割 好了 如果你也想我为你做点评的话 欢迎你把你的视频 两到三分钟以横式方式寄来给我 寄到哪里呢 请看简介文 就下方简介文的 这个电子邮件的那个地址 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记叫游泳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